岁木之际各行各业都在举办尾牙宴 创世基金会这个月底也将举办韩式吃饱30的活动 并且邀请民众认购义卖品 有学校发动学生协助创世义工缝制红包带 让学生体会助人为善的观念 更多详细内容请锁定1月9号每周一晚间9点首播的高雄亮起来 正义中学的校长带领学生来到创世凤山分院 协助缝制红包带 这次创世基金会为举办韩式吃饱30活动推出的义卖品 有象征祝福的木质筷子汤匙和手作花布红包带 由于缝制红包带的扭扣很费眼力和手工 学校因此发动学生来帮忙 在缝扣只是需要眼力 那我们就想说要找什么样的人来帮忙把它完成 所以就想到学校 那在洽谈过程里面 其实正义高中的校长他听到这样 他觉得他们学生做这件事是非常有意义 而且我觉得他是可以帮帮忙的 其实也是教育学生可以把他自己小小的能力 那用在这些帮助人的身上 创世基金会举办的韩式吃饱30活动 以及第27届了 从最初的10桌到今年全台16处共4000桌 要让4万名韩式吃一顿丰盛的尾牙宴 但是因为景清不好募款困难 创世凤山分院院长还是感谢大家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希望在举办之前募得足够的经费 经费来源很多 因为帮助我们其实都是小的捐馆占最多 那环境比较差的时候 可能他原本是捐200 他渐渐他可能能力有限就捐100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对我们来讲 其实是我们必须比较需要再去努力 让大家更多人去了解我们来协助的部分 除了在岁末之际举办韩式吃饱30活动之外 创世基金会还常年照顾植物人 需要更庞大的经费支出 因此希望借此一避目得照顾植物人的经费 救救植物人和他的家庭 我们凤山福音院安置了70位青寒的植物人 那在植物人的盗宅服务的部分 目前在凤山这边服务了100多位 102位 那这个服务其实都要持续延续下去的 那延续下去其实需要很多的支持 用30个小时感受饥饿 但花30分钟就能够拥有饱餐一顿的幸福感 韩式吃饱30活动即将在1月22号举办 欢迎民众踊跃认购义卖品和认桌 更详细的节目内容请锁定 1月9号每周一晚间9点首播的高雄亮起来 港东新闻综合报道